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帅瓢的 这是他把谁干的 赶紧给我去当我女婚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们还没有来电话呢 别过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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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放开我 放开我 出生 出生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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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不会有人打来电话了 帅瓢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死了 不可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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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林 你没事吧 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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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好 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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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一会儿 我 你没事吧 少林 我没事 小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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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来抓我们的 不会的 不会这么快 走 局长 您在吗 局长 局 局长 出大事了 局长 您在吗 局长 我进来了 处长 局长 局长 我是老马 局长 这是谁干的 谁 谁 谁啊 老林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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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局里 闭口风口全场 抓住帅苗和陆林 快 快 车 你 你 你 不要 走 快 坏了 快了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们逃跑了 好 到底是为他们管 现在出城的路 都给封死了 这怎么办呢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先躲躲 等空了这只风再说吧 不行的 我们杀了警察去局长 事情闹得这么大 再说 在上海小林和我 都有很多人认识我们 没地方躲的 看来 只能去找他们了 找谁 救我的人 现在英发妹 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欧洲 租借这个孤岛 能够存在 就已经不容易了 公布局 没有任何资格跟日本人叫板 嗯 这 帅票来的 哦 快让他进来 是 估计是出大事了 要不然 他不会来找我的 好 夏博士 这么晚了 你们有事吗 这位大哥 感谢您今晚的救命治安 是不想办 我杀了潘达 什么 你把潘达杀了 有两下子 您听到警惕声了吗 都是在抓我的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躲起来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场所 不行 我们都是卢校安的家人 很多人都认识我们 躲起来恐怕不安全 我想 我想 马上逃出上海 到乡下躲一躲 乡下 哪个乡下 先逃出去再说吧 只要能离开上海 我们就安全了 哎呀 现在 上海所有的出城大门 肯定都戒严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走小路 那里有我们的人 哎呀 咱俩真是有缘哪 在火车上都能遇见 听说你去瓦南了 是为了新思军 我到的时候 晚南事变已经发生了 瞧你们干的好事 委员长下了公告 说新四军涉嫌叛乱 已经取消了返航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新四军就不再是有军 而是敌人 是敌人 自当全力歼灭之人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 同事操歌相间合集 新四军事抗日部队 消灭抗日部队 这不是让仇者快 轻者痛的事情吗 司马空 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一点感触吗 好了 不跟你争这个了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你不在上海 上海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看看这个 帅飘在大华旅馆 手认了潘达 你说这小子不是文人吗 他怎么还动起手杀人来呢 潘达不是没死吗 他只是受伤了 是啊 潘达现在下令 全程搜捕他和陆林 但也奇了怪 这俩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突然销声匿迹了 你说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吗 你在我的心中 一直是我的神呢 你想不想吐 嗯 老公子 你别忘了 我膽怀啊 你别忘了 这么多再补 LA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我把你忘了 你忘了 姚妈 以后你别叫我姑爷了 就叫我帅飘吧 我现在就是一农民 这有什么不能干的 孙姜 你们起那么早啊 小林 你也起来了 孙姜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把早饭做好了 今天早上咱们就吃煮玉米 真的啊 这日子啊 一下子怎么全都变了样了呢 以前早上啊 那都是西餐早点 吃这个 你们能吃惯吗 鲁妈 有玉米就不错了 这毕竟不是上海 现在 我们也不是城里人了 不过 我倒是挺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你看看 这空气 这风景 在上海到哪里去找啊 最重要的是 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 人这一辈子啊 能过上舒心的生活 是最幸福的 哎呀 想想啊 还真是难科一梦了 什么 梦 啊 没什么 鲁妈 咱们吃饭吧 哎 好 吃饭了 吃饭了 哎呀 我就给你们盛饭啊 我可要多吃点 好 给你多盛点 啊 慢点 慢点 宽点 来 咱们坐这儿 慢点 我的局长 帅飘 还有那个庐林 有消息了吗 现在还没有 我都把上海翻了个顶朝天 就是没找到 这不我前两天还派人去了 这个苏州 杭州 还有南京附近几个城市 也没找到 这我就奇怪了 你说他们是不是长着翅膀飞了呀 你就不能给我做个饭 是是是 饭呗 属下无能 您老消息一下属下无能 好 局长 您慢点 来来来 我靠着您点 来 您靠我身上 来 您靠我身上 来来来 您靠我身上 来来来 您靠我身上 来 您慢点 来 您慢点 到那个 下边那个乡村里去找着 他们不会飞了 肯定是躲起来了 还是局长您英明呢 您说您这么一提醒吧 哎 我想起来了 哎 连他们一起失踪的时候 他们家的用人也不见了 您说会不是他们家的用人 鲁妈 鲁妈是浙江人 卢孝恩也是震海人 属于宁波 把人当宁波给我炒去 是不是 一定把他人给我炒到 这是我的心头大混 明白啊 你属下明白 哎呦 属下 那属下该死了 啊 属下该死了 鲁妈 你昨天跟我说 镇子上今天有冯厂是吗 是啊 我们这儿冯府冯食就是冯厂 村民们就会把东西 拿到棋子上去卖的 哎 我们是不是买点日用品啊 买三斤红糖 两斤盐吧 再买十斤大米 刘芳 这屋里够热闹的啊 毛丝 小妹 你从上海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龙王村的王宝掌 这个是我的远房侄子 这个呢是我的侄媳妇 远房侄子 来 不是乡下人吧 你城里来的 哎呀哪儿啊 他们是从江英到上海来投靠我的 这不我在上海不就待不住了吗 就把他们领回乡下来了 嗯 来吃一个 不客气 鲁妈 咱们这里是黄军志向的清香地区啊 那实行的是导假编堵制度 不能随便带外人进来住 我不是说了 他是我侄子 不是外人哪 你们叫什么呀 我我我叫鲁四 我媳妇叫小花 她现在有身孕了 我们就是暂时借住一段时间 等我媳妇生完孩子以后啊 我们马上就走 暂住 来来来来 一点小意思啊 高台贵手啊 高台贵手 高台贵手 有这个嘛 就好说了 鲁爸 咱都乡里乡亲呢 您别客气啊 有什么事儿 您言议 那你们接下来吃饭 我走了啊 这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无赖 真是 哎呦 我是姑爷呀 你刚才干嘛给他这么多钱呢 啊 给他些钱 说不定他就不会向日本人报告了 我要是早愿意 早愿意花点钱买平安的话 我们现在也不至于落到 浪迹天涯的地步 舒芸 保重 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赶过来 晚南事件的详细情况 都听说了吧 我还没到晚南 事件就已经发生了 我多方打听 新四军军部在茂林的时候 被国民党的部队包围 突围时 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 军长叶挺被捕 副军长相应下落不明 情况非常糟糕 这是国民党掀起的 又一股反共高潮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最后得利的 还是日本人和暴危政权 在火车上 我还遇到司马空了 为这事 我跟他差点都吵起来了 我看以后我们很多事情啊 都不能再指望他了 对 你说得没错 但是国共相争 今后日本人和汪伟的气焰 会更加嚣张 对了 有件事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时候 潘达设计陷害率标 差点把他杀了 庐林派人找你求救 当时你不在 我们就采举了行动 这事我听说了 我们做的没错 有些人曾经迷过路 但是事实 却让他们慢慢觉醒 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 在这个世道 想混是混不下去的 小林 魯旺 魯旺 你们快来看看 我买什么了 什么呢 我不是让你买一只用品吗 你这买的些什么呀 不知道了吧 走 进屋 让你们借这样东西 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 看看去 走走 我今天在镇上 碰到一个茶笼 他告诉我说 这种龙王茶 是产自胡珠的龙王山 也就是 我们外面的那座山上 而且它的种植范围 非常的小 这个茶 才称得上是 绝世好茶 你们尝过之后 就会知道 什么才是 天下最好的绿茶 好香黄伟的茶呀 果然与众不同 喝完以后啊 还有点甘甜呢 我是姑爷呀 你怎么比我这个本相人 知道的还多呢 可是 你弄那么多茶叶 干吗用呢 请坐 我跟你们说 这个龙王山啊 它山上是杂草树林 山下呢 却是一片片的茶林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形 才造就了这种 绝品的茶叶 可是呢 它在这个穷乡僻长的地方 默默无闻 就好像是明珠 掉进了阴沟里 它不能发光了 这就是商机呀 原来你想的是这个啊 没错 回来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想 不能让这个龙王茶 窝在这个山沟里呀 等到春天采茶的时候 咱们就把所有的龙王茶 都给它收购起来 然后想办法 运到大扯着去销售 它一定不会比龙警察逊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赚一大笔钱 对 K 不要 不要啊 对象 没有 要不要 没有 要不要 不要啊 没有啊 嘿嘿嘿嘿 我 不玩了 我又玩了 我给你 不是 黄默长 你这没意思了啊 你说你这点钱 你都收不起了 这以后怎么混 哎呀 就是啊 黄金清香 把四周塑瓜得干干净净 哥几个一个嘴都没摸着 憋得慌呢 别他妈发牢骚了 不就是想发财吗 不谁不想发财啊 问题是你看看这位老百姓啊 一个比一个球 我发他妈的屁的财 发财 哎 我倒是有个路子 什么路子 鲁妈知道吧 知道 她前一天 刚从上海回来 还带了两个生人 我打眼一看 就知道是有钱人 像是过来避风当的 明儿敲他一笔圈 这鲁妈原来 可是给卢孝安家担用人呢 这卢孝安 可是个有身份的人 这卢孝安不早就死了吗 你怕他可气啊 怎么样 干不干 敲打一杠的 干 这可就对了嘛 那爷 潘局能带了 好 请进 哎呀 老范 院长好 嫂夫人好 来来 坐坐坐 哎呀 怎么样 伤好点没有啊 哎呀 院长 好多了啊 谢谢您还挂着啊 哎呀 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还是为了抓捕 帅漂和庐林的事 我怀疑啊 他们跑回宁波老家了 我们也派人过去了 但是这浙江和上海分数两地呀 又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所以 我想请您给我签发一道首领 我们好行动啊 哎呀 那你应该去找林世群哪 这种抓人的事情 那归他管哪 林部长自从兼任江苏生主席以来 那忙得是一塌糊涂啊 我跟他汇报过这件事 他没当回事啊 林部长最近在忙什么呀 他在忙着扩充实力 收拢军队 院长啊 有件事情您可能还不知道 您在苏州的财税专员和水警团长 都和林部长 结尾了兄弟 他还在江苏 设立了利太银行的分行 您的墙角被人挖了 你是他的把兄弟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 我是把他当大哥 他什么时候把我当我兄弟 我想 从今往后 归附院长 我跟着您干了 老潘哪 你的心思我明白 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老潘哪 往后再有什么消息 也得告诉我呀 院长放心 我一定 我今天晚上这么晚来 我就是这个意思 先请您答应我这件事 好吧 明天一早 我就给你签发首令 另外呢 我再给浙江方面打个电话 我看 我看不光是年货 整个浙江都要保护在内 对这二人 我就一句话 斩草除根 懂吗 院长我懂了 行了 院长 法副人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再见 好好好 法副人 我就先撤了 再见 好 慢走啊 潘大来见你 就是表明兴起 他要气灵而投你了 是啊 林世群怠慢了他 他就对他心怀不满 这就是个小人哪 不过呀 这下 我在林世群身边 有了颗棋子 一直手令换来一颗 重要的棋子 这是无本的买卖 值啊 你真的要杀了帅嫖和陆林 是啊 他们不在了 我们住在这儿 才能心安理得呀 是不是 夫人 这座卢公馆 是唯一会激起周淮海 愧疚的地方 虽然这种愧疚 就像跳蚤的 叮咬一样 微不足道 但是他会让周淮海 偶然感到 自己也难免要落得 和卢孝安一样的下场 杀死帅嫖 不如说 周淮海 就是杀死了自己的愧疚 曾经占有这座屋子的人 统统彻底消失 也就抹杀了过去 抹杀了历史 天的 帅飘 晓菱 快来 快来 你干嘛呢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茶树 对呀 这些茶树 都是你早上从山上移下来的 没错啊 我挑了这几株茶树啊 从茶树林里面挪到了这儿 我就想做个实验 改变一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 和它的培养周期 看能不能培养出更好的品种 我觉得可以 帅飘 没想到你会这么用心 那当然了 我们既然打算 扎下根来当一个茶笼 就得培养出更好的品种 对 原来你俩在这儿啊 莫娃 我说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屋里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原来比我起得还早啊 帅飘也研究这几棵茶树呢 我就是陪陪她 早饭做好了 姑爷 小姐 咱们吃饭吧 好 吃饭 原来是位小姐啊 我就说嘛 他们是成立来的 是你们 你们又来干什么 我们是白安队的 奉皇军的命令 来盘查一些可疑分子 我王保长说了 你们两个呢 是从城里面来的 我看挺像可疑分子的 钱哥 带走 慢着 我昨天不是给你解释过吗 王保长 我们就是占住此地 什么可疑分子不可疑分子的呀 这个呢 我依然说了 也不算 就这咱们也带我盘问盘问 要不然我们怎么跟上门交大家 钱哥 走 走 你是小毛 我妈 小毛啊 你说你见见怎么成这样了呢 你爸去年腰腿疼 我从上海给他烧了些药 怎么样 现在好些了吗 好 好些了 好些了 您那药挺管用 我爸现在好多了 这就好 你是前家老二吧 我记得你妈当年去世的时候啊 家里没钱安葬 还是我帮着下葬的 你忘了 鲁妈 这怎么能忘呢 你老到后来还不断地接济我们 我们全家都感激你 不用 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心里也清楚 缺钱了吧 来 这是我这几年在上海攒的工钱 你们哥俩分分 来 拿着 拿着吧 来 小毛 给 你说 原本都是相侣相亲的 这俗话说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说你们俩这得何必呢 是吧 来 来 这是我的远房侄子 这是我的侄媳妇 你们今天就算是认识了啊 以后见着他们 可不许为难他们 其实误为鲁妈 我们也不是想为难你们 我们呢就照张办事 既然鲁妈都这么多了 那秦哥 我看这事咱们就 就算了啊 都别扎灯了 走了 走走走 王三儿 回来 鲁妈 小毛他们来是不是你传到的 不是 不是 你说你啊 昨天不是给你钱了吗 怎么还不死心啊 今天还想来敲仗啊 鲁妈 您误会了 是他们俩传到我今天过来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为难您了 再也不来了 走走走走走 以后别来了啊 真是真的真是 鲁妈 没想到您在这儿威望还挺高的 原本都是相亲相亲的 大家有些什么事啊 也都互相帮衬着 可这日本人一来呀 什么都给搞乱了 这人心也都变坏了 可是今天这么一折腾啊 好事 以后啊 他们就不会再来添麻烦了 吃饭吧 吃饭 没事 吃饭吧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怎么搞的 到了跟前下软蛋 不是下软蛋 这鲁妈以前跟我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而且她在上海以后还实不是借记我们 不是你说谁没欠过她人情啊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敲那两个年轻的 他们俩肯定有钱 不管怎么说 今天也得给鲁妈给面子 老钱啊 面子 面子能吃几个钱呢 能订饭吃吗 就这意思啊 这次啊 算是还鲁妈一个人情 下次啊 咱们一定公事公办 你们一早都去哪儿了呀 县里来了个通缉令 这是什么通缉 都没有人接 你看这男的女的 男的帅飘 女的庐林 就是他们 哪里 真的很像啊 共同分子 那他们等什么呀 抓他们去啊 抓 抓个屁啊 这又没赏钱 咱们到时候抓人 弄个处理不讨好 我看 还不如拿着他给鲁妈 咱们换点赏钱呢 慢着 这事呢 还不能着急 你没看上面写的吗 这是重犯 局长 您的身体不好利落了吧 啊 伤口倒是好了 但是落下后遗症了 坐时间长点 上个楼傻子这腰疼啊 啊 妈的 哎 宁波有消息吗 派去宁波的人都回来了 啊 说他们根本就没去卢孝安他们家 没去啊 那他们能到哪儿去呢 您说 他们会不会去刘基区投贡啊 要不然就是去罗土区 不可能 卢孝安是国贡眼里的大汉奸 他们到那儿去不是找死吗 他们会不会去这江湖啊 也不可能 他们到林氏群手里 有好果子吃吗 宁波没有 那别的地方就没有消息啊 周院长亲自发的手令 他就没作用 别的地方啊 倒是报上来了 绍兴说有个绍漂 后来一查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 那杭州就更不靠谱了 湖州警察局吧 倒是打了个电话 也不说有没有人 就问咱们有没有钱 我就没搭理他 要钱的人 可能真的有线索 你马上打个电话给我问清楚 别在乎那几个钱 是是是 局长英明 我先送您回办公室休息 来 局长 您慢点啊 来 您慢点 姓帅的 他们几个的下落 已经初步查明了 局长命令我 带人去趟湖州 我们的任务就是 如果查明确实是他们 就把他们杀了 现在我点名 点到谁谁站出来 阿三 到 夏子 到 老雷 老雷 在 你们三个 都是杀人高手 姓帅的 不过是一介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你们三个对付他 绰绰有余 不过 也不能掉以轻心 记住了 你们要心狠手辣 斩草除根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我们今天晚上就去湖州 其他的人 该干什么干什么 散了吧 你们三个走 小元 你来一下 我跟你说个事 苏元 我刚得到消息 潘达发现了帅票的踪迹 准备派人杀他 潘达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周怀海签发了通缉令 在浙江湖州 有了回应 我想 他们都应该在那儿 他们躲去了湖州 这个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有任务 人手又不够 所以我来问问你的意见 湖州那个地方我倒是去过 离上海不远 可地方不小 找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帅票 虽然不是我们的人 但是他也救过你 而且还设计杀了卢晓安 守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另外 自从卢晓安死了以后 周怀海和林氏群 把他逼得家破人亡 我们对这样的人 不能坐舍不救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回去稍作准备 我去趟湖州 可是你单枪匹马去 这样会很危险的 我想到一个人 找他跟我一起去 你就可以放心了 司马公 他可高吗 难得这次任务 跟我党的工作 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不怕他知道得详细一些 正好可以考验一下他 看看他跟我们的合作 可以到哪一步 看看军统有没有反共的意向 这倒是意识两鸟 不过 你还是要注意安全 一旦有情况 要及时脱身 好 那我去了 好 不是 你从码头上这个消息的 帅飘两口的已经失踪了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犯不上为他们冒险 你别忘了 朱镖杀了卢孝安 你可是受到了你们上风的嘉奖 在这件事情里面 帅飘夫妻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你心里很清楚 他们现在有难 你必须帮他们 算了 我跟你说一声白说 我自己去胡州 站住 你干吗去 一路玩都是鬼的 你送死了 可是我不可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遭难 他们要是死了 你司马空在我心里 那也就死了 是 我 你怎么想应该这样 你带我自己的 你帮我 让你闹着 在做什么呢 你过来看 这是我给宝宝做的衣服 好看吗 挺好看的 怪不得呢 原来是在做这个 我站在你后面半天啊 你都没感觉到 行啊 小林 没想到你这个焦小姐 还会女朋友 那是 各位小姐 你们听听刚才外面有事没有啊 我听到了 什么声音啊 没人哪 会不会是山上的野猪闹的 我们这山上有野猪的 而且经常下来偷东西吃啊 这是什么 一块石头 三个人一条狗 画得歪歪扭扭的 什么呀这是 我们这儿人哪 大多不识字的 是不是闹着玩的呀 这大白天的 不会这么闲吧 这三个人 会不会指的就是我们啊 那这条狗是谁呢 鲁妈 会不会有人提醒我们 小心被狗咬啊 会吗 是不是说那两个小孩闹的呀 肯定就是他们 一百块大羊数数吧 不要数了 还数什么 这能有假吗 我收下了 你答应我事呢 我们那村啊 叫龙王村 这个村里呢 有个鲁妈 从上海呢 一直当佣人 前段日子回来了 还带了一男一女 两个年轻的 我猜呀 就是你要找的人 是他们两个吗 对 就是他们 这个男的吧 说自己叫鲁四 我一看哪 有个什么乡下人 别啰嗦了 现在就去你们村 一带路 我们走 那那钱 好 哦 哦 哦 细雨绵绵 多美丽的夜 遥望夜空 对你无限思念 你的笑容依然 在我心中 荡漾着 对你无限眷恋 无眉的一晚 都在晨曦冬夜 在我心中 只有你的容颜 我怎么会忘记 这一切 你对我 情争一切 我的思念 想留心 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 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 让恒星照亮夜空 天人就天 带你回到我身边 带你回到我身边 我的思念 像流星 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 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 让恒星 找到天空 天亮之间 带你回到我身边 美丽的夜 美丽的夜 心愿绵绵 飘落着 我 想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